前几集的《商法力先锋》当中 我们讨论了关于商标法的各种议题 不过您知道吗 除了摸得到的产品 像是名牌包包 美味的零食 电子用品等等 就连没有实体产品的服务业 也能申请商标 并且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 这一集的《商法力先锋》带您了解 华丽转身 秀丽长发充满生命力 顶基沙龙品牌Aveda的护法产品 标榜全天然 在业内拥有高知名度 每款产品当然都有注册商标 公司后来涉足教育事业 在全球拥有快60家的美容学校 每年有7000人毕业 一样是Aveda 不卖瓶瓶罐罐 而是拿起剪刀和刷具 教大家怎么变漂亮 这种服务课程 一样可以注册商标 国际商标系统有45个等级 这个叫做 这45个等级 它有不同的产品 跟不同的服务 所以很多人申请商标 它不要认为说只是 它必须要有个产品 其实有个服务的 也是可以申请商标的 不光是货架上的产品 各种专业服务 就算没有实体商品 也可以申请商标 获得同样的法律保护 清理房子的那种服务 或者是一个建筑 绿色也是可以 然后医生的实施 压医团或是医生团 他们这些都是服务 都是服务业的 他们都可以实行申请 除了这些创意服务 也可以申请商标 艺术学校毕业的Kim 就正在为他一手创立的 品牌咨询公司 Fuse Branding 申请商标 他表示建立品牌形象 学问多多 光是为蜡烛品牌 Tikun Candles 设计标志符号 就费了他不少心思 因为必须从视觉上 体现蜡烛公司 将部分销售额 赠助于慈善机构的 企业精神 他们是为了 修改善世界的希望 这种意义成为蜡 但他们也是 一个很高级热门公司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 变成为他们的标志 你能看到是 蜡热门的 就连蜡烛公司的名片 信封 信纸 火柴盒 感谢卡 Kim也一手包办 要让一般人一眼 就能体会到 他精心塑造的 品牌形象 传达安详 修复 成长 感恩等特质 你的品牌的颜色 某些颜色 有某些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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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展到 你的印象 有某些颜色 所以这种 无论什么 你设计 即是网站 不仅专精视觉设计 Fuse Branding也负责 撰写文宣 管理社交媒体 通过文字魅力 以及和客户的网路互动 为不同公司建立特定的品牌个性 而这种无形的创意 和无法放上货架的专业服务 商业价值也不可被低估 需要商标法的保护 Fuse Branding 因为它的服务业 它是online marketing 社交媒体 所以它虽然没有一个产品 它没有一个可以碰到的产品 但它有一个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服务 那就是因为它用这个服务 它的服务就是marketing service 那就用这个来申请商标 和制造业一样 服务业所立足的美容 医疗 房屋清洁等无形服务 也需要花费许多心力和时间 才能建立好形象 并且获得顾客的信任 如果没有受到商标法的保护 公司要站完脚步 获取利润根本不可能 东森新闻馬力亭英宏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好 就算没有实体产品 摸不到的专业服务 也能申请商标 获得法律保护 在东森新闻跟立峰事务所合作 推出的全新专题报道 商法力先锋 下一集将为您来介绍商标法理 这个特殊的例子 像是商业包装这个概念 也就是指 并非产品或者是服务本身 而是产品或服务的总体外观 整体感觉 具有足够的辨识度 并且能跟品牌印象产生连结 就可以申请商标 下个礼拜敬请停车